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4日,这是新的一场这个我的个人回忆录,我起了个名字叫活人墓,就是一个活人啊,关到了这个墓地里去了,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也就是牢狱之灾啊。 那么上一讲是20讲,之所以这几天没讲呢,是因为这几天检查身体啊,上一次一般的医生检查身体呢,受过的病情比较严重。 第二次检查身体,经过专科医生判断,没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就时间,看来还能活得比较久,所以不要着急。 我再缓一缓,给大家慢慢的到来啊,这个上个世纪发生了,文字玉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越详细越好,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活的历史,留下来啊,子孙后代都可以研究文字玉作为一个案例吧。 那么上一场之前讲到了,这个安全局这些特工们奉这个波西来子命,就下很大的力气啊,要把我这个案子,他们声称要办成铁案。 大连市国家安全局啊,把2001年,他是2000年12月4号抓的我嘛,01年的市委市政府的这个工作重点,重心,他欺骗大连老百姓啊。 说是,这个重心点要移到什么,由经济建设变成什么,打击海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不信你们看大连日报的报道啊,搞的是,来世凶猛啊。 所以就成立了一个,据说是62个人,一个专案组啊,就是大连市国家安全局,加上安全部,虚拥药派的人。 李铁英在后面力推,因为我的文章披露了李铁英儿子的腐败,这大连的腐败啊。 他那个企业叫金生企业有间公司,在哪里办公呢?在海员俱乐部旁边有一个,就四大林光,四大林路,快到港湾桥了啊,有个立院大厦。 在那个楼里租的房子,还有其他地方啊,房地产广告,这个贸易什么都搞,赚了大钱啊,就是李铁英儿叫李立健。 李立健过去是,这个人有点残疾,一条腿要拖在地下,当时是三十多岁。 是李铁英唯一的一个儿子,李铁英可看中他的儿子了啊,可惜有残疾。 然后这个,就给他安排到辽宁,这个中国汽车报辽宁记者站站。 那么他就和这个大连网网店,这个文化馆的创作员王强。 王强是个诗人啊,也是我的一个四个圈子里,最算我一个学生吧。 早年也是和我关系出的不错吧。 聘他,还聘了一个就是大连日报与姓陈的记者。 我就不讲这个哥们是谁了。 这个哥们就以前最早就大连日报搞的一个信息公司, 就是王自博下海创办公司的成员之一。 就最早下海经商的啊。 后来这个人王自博来到了最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啊。 据说是破产的。 不知这个人,不知所踪。 那么就把这个金生企业办成了大连最赚钱的企业之一。 就关上勾结的啊。 那么呢,这就涉及到李铁英的腐败问题啊。 所以李铁英力推啊,薄熙来亲自组长, 徐永耀具体操控啊。 国家安全部,大连日国家安全部, 你想这个来势多猛。 侦查处,也就是大连日国家安全部的一处, 处长王虎权。 那么领贤就是薄熙来的秘书, 车克明,他当时是安全局当委书记。 局长是万国套。 万国套是辽大1982年毕业的啊。 和我太太一届毕业的, 我太太也是辽大外语系的。 不是一个班的哈。 他三个班好像是。 就组成这么个庞大的班子, 开始整我。 其目的啊,就想深挖我的后台, 把这给我打声间谍和特务。 然后再能把对立派高兹, 这个文士郑等人干掉。 当时我还不知道最早的时候啊, 后来随着案件的审理啊, 每天提审啊, 也不知道提审多少场啊。 他提审是这样。 他是你没有白天黑夜, 根本没法休息。 为什么他让一个那个三个, 三个就是警察啊, 不是警察, 三个战士。 一个姓魏, 来自于赫岗市, 黑龙江是赫岗, 他是23岁。 一个叫陈维, 来自于北京, 小吃啊, 那人挺善良的。 还有个叫张汝阳啊, 张汝阳当时20多岁, 来自丹东, 这个东沟县。 后来这个人把我出卖了啊, 等后面的故事我给你们讲。 好像还有一个人啊, 三四个小战士看着我。 然后保卫部就是一个姓苏的保卫部长。 保卫部长在军队当中是什么长, 我不太清楚啊。 只见过两次。 一次就是我入卡车所的时候, 上我宣布纪律。 他用了个词叫代压, 就是你不是海军的犯罪嫌疑人。 但是呢, 我们是给这个部队书记办事。 看来他部队当时坚定支持薄熙来啊, 看来薄熙来在军队有四党啊, 据说当时是海军政委什么是, 还是司令都是薄熙来的人, 支持薄熙来的人啊, 给我准备灭在这里啊。 那么这个起因呢, 还要往前再追溯就是什么, 大连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什么的事呢? 就是大连苏军烈士纪念塔洞迁的事。 我的闯获主要是这篇文章, 就苏军烈士纪念塔洞迁风波。 我写了个八千字的文章啊, 笔名, 画名啊, 刊登在香港的前哨杂志上。 为什么要写? 我上次上已经讲到了啊, 我这个书生, 看到这个不公平的事, 写给文汇报他不能发表。 文汇报只能发这个歌功颂德的。 那么你投给大连日报不可能刊登, 是吧? 你只能自取灭亡, 我不可能那么傻。 但当时我不懂啊, 我就以为传真机是保密的, 是吧? 甚至这个电话, 讲电话也是隐私的, 别人不会听啊。 我后来才明白这些是最不安全的啊, 也就是国家安全局啊, 都有这个侦查设备, 都监控我们, 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啊, 还自以为挺聪明的。 那么怎么发生这个烈石集电塔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点击点击网上就知道了啊, 这个大连有一个, 大连唯一的一个古董, 就是一个古建筑啊, 就是1951年, 并我年龄还大的, 有一个, 呃, 在斯大林广场, 就在市政府对面, 有一个大兵啊, 是铜制作的, 拿着枪, 它是苏联红军的一个标志啊, 这个, 这是为了纪念东北和旅大, 而牺牲的苏军, 红军烈士们信件, 它是花岗原吊气的啊, 高32米, 呈六角形塔身, 东西长53米, 南北宽12.4米, 鸡座子长方形, 塔正面竖着一尊高达五米的苏军, 战士铜像, 头戴钢灰, 双手持苏士转盘重锋枪, 三枚巡章待在胸前, 威武英军。 也不知道给你们看清楚吧, 给你们看一看吧, 也就这张照片, 看见没有? 就这个, 这当年就在大连十十五门前, 存在了很多年了, 比我年龄还大啊, 我对他很有感情,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家呀, 就在长存路, 我家第一站, 居住是在有一街一号啊, 也就是这个大连那个艺术剧场旁边, 就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地方, 后来我爸爸不是到了农牧业局了吗? 算是混的比较好, 是个小客长, 那么就到了这个长存路了, 农牧业局建了一个家属楼, 四层楼啊, 对面就是长存路商店, 旁边就是二院, 复苏二院啊, 那么呢, 每天散步就不行就到这个广场来了, 所以我对这个是难舍难分的, 从小就看他长大的啊, 在我当时的认知里, 就觉得大连的解放啊, 因为中共官媒的宣传就是这样嘛, 就是这个苏联, 红军立下汉马功劳, 我认为这是一个古董啊, 不管怎么样, 应该把它好好保存, 在薄熙来那个年代啊, 上一场我曾经讲到了啊, 大概是在中共十五大的时候啊, 薄一薄花了一笔钱, 几十万, 据说几百万, 又说几十万, 就赞助西安, 这个山西西望工程, 他不老家是山西的吗? 就花钱给薄熙来买了个名额, 什么名额呢? 他想挤进中共领导层, 再进入中央委员会, 对吧? 再变成中央委员, 后来他就搞了个名堂, 就是这些高干子弟, 包括薄熙来, 还有习近平, 都可以作为列席代表出席, 就这其实都是他父母花钱买的啊, 拨一拨就买通了, 就给薄熙来买了个名额, 这个列席代表有一个特点, 上面规定的啊, 没有选举权, 但有被选举权, 也就是说你如果表现好, 人家投票给你, 就可以成为候补委员, 结果薄熙来没选上, 回来以后一病不起啊, 我上一场真的讲到不重复了啊, 所以回来以后很多马屁精啊, 就开始拍薄熙来马屁了, 因为薄熙来在那个有医院呢, 也就三八广场那个高干病房的, 躺了四十多天, 连鼓开来都不去看的, 据护士和医生跟我讲, 说薄熙当时飙了, 大连话就傻了, 拿头都往墙上窗啊, 就烧了一股火, 他那个人火气很大, 一伤火鼻子冒血, 要死要火的啊, 根本都不像他了, 谁都不理他, 只有吴文康去护理的, 这是吴文康亲自讲的啊, 因为吴文康喝点小酒啊, 这个经常咱们有场合和吴文康就遭遇了, 倒不是故意在一起喝酒, 就是你喝酒是到晚上出去社交场合, 有的时候晚上参加好几场新闻记者会啊, 都有酒局, 酒局都互相敬酒吧, 进来进去, 就遭遇遇到上了, 是吧, 据吴文康讲, 就是薄杰在医院里面出了很多丑, 鼓开来就回到北京都不搭理他, 说他妈没出息, 因为在这之前, 他请陈祖芬来写了一个报告文学七万字, 世界什么事最开心, 这都是有案可查, 你们看白纸黑字啊, 结果也没当上候补委员, 一票也没有, 气得要命, 回了就一病不起, 然后呢, 有一个马屁镜, 这个马屁镜是金州的一个算命大师, 有人说是台湾来的, 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反正有那么一个神人, 他就跟薄杰来讲啊, 不是因为你干的不好, 是因为呢, 风水不好啊, 薄杰一听眼睛不亮, 什么风水不好, 说你市政府门前一开门, 北来你干的挺好, 政绩卓越, 完全可以飞黄腾达, 一出门就大兵拿枪看着你, 你能当官吗? 薄杰一看, 试着越看这个苏军烈石纪念塔这个铜像, 越生气, 于是薄杰来就想动了心思, 就想把这个铜像给他搬走, 砸掉, 毁掉, 就像习近平一样, 为了当官, 啥都敢干, 但是他不敢毁掉, 因为这是个涉及到前苏联, 还有外交部什么, 很复杂, 何况那是99年呢, 江泽民时代即将变成胡锦涛年代了, 是吧, 他这个阻力很大在京城, 但是他坚信不移, 那个马屁经的风水大师就告诉他, 必须把他牵走, 霓成了当官, 他就开始下决心了, 他为了使他这个半签这个铜像, 他找了个班子, 就是一大批人给他出点, 是怎么办? 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马屁经, 是东北之窗杂志社的一个编辑, 他是谁呢? 呃, 因为我这个年纪也大了, 我再不讲,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是谁, 马屁为了拍播起来的马屁, 他是人大代表, 大连人大代表, 他是高玉宝的儿子, 叫高云飞, 我今天讲的, 所有的承担全部都是法律责任, 这是上个世纪发生的故事, 这个人呢, 就是为了拍播起来的马屁, 就以人大代表发起了一个动议, 就是人大提出, 就是要动签这个烈士纪念塔, 啊, 他不敢给他砸了, 要动签, 从大连那个萨林广场啊, 签到旅顺, 后来搞成了啊, 就这个动签, 国家花了三千万啊, 你就想明知明告辉获了啊, 这不显然真能做啊, 那么他就为了他一起之力, 结果动签完了, 真的他当上官了, 江泽民也来了, 是吧, 然后就是这个, 呃, 又当上省长了, 再走一步就是辽宁省委书记啊, 最后挫败了, 是吧, 只好饶到这个商务部, 这是后话了啊, 我要告诉你们非常准确啊, 就高于宝是谁呢? 你们知道半夜积架吗? 半夜有个地主为了压榨这个长弓啊, 是吧, 半夜三点趴在鸡窝里, 啊, 叫, 让长弓给干活, 是吧, 那个就故事就发生在大连高于宝啊, 是高于宝, 当时成了建国工人作家呀, 当时你想, 高于宝就写这本书啊, 其实都是别人帮他写的, 他抖大字不识一框, 最后竟然成为中国著名的作家, 工人作家, 是不是啊, 结果在大连还买了房子啊, 那时候建国初的时候, 高于宝的稿费, 那是全国是绝地最有钱的人啊, 这很有意思, 他那个儿子, 是任大代表啊, 为了捧这个薄熙来的马屁, 就发起了这个任大代表, 那么啊, 这些事情, 因为我当时算是反对薄熙来的势力了, 是吧, 我肯定是经常, 这个知识界呀, 这个各个各个街, 包括政界, 都有一些朋友跑来跑去, 去制造一些消息, 是吧, 所以那时候传递这些消息的人, 就有一个人是全国大连市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 叫张子道, 张子道是我一个这个作者, 他写评论起来很好, 我跟他有些来往, 所以我曾经找到他呢, 就拿到了一份啊, 就大连市的人大的文件, 这个文件不属于机密啊, 就内部一个文件, 上面没属机密, 就讲这个,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发表在前哨, 发表这篇文章之后呢, 题目叫苏军烈士纪念塔, 洞牵风波, 哎呀, 立刻引起了宣展大过, 我跟你讲吧, 前哨一登以后, 据说这个大连市国家安全局, 马上得到这个消息了, 国家安全部看到了, 认为波起来正要上升, 花了很多钱买通, 徐永耀, 这个李铁印啊, 江泽民, 很多很多人啊, 江泽民他怎么买通的, 就靠给江泽民, 给大连提字, 大连百年嘛, 九九年不百年嘛, 波起来, 以这个理由, 请江泽民提字, 江泽民写字写来行, 但是他那个内容, 不是江泽民写的啊, 也就是, 百年风云洗礼, 啊, 这个北方民主生活啊, 啊, 就这个词不是江泽民出的, 这个词是, 黄埔小涛, 黄埔小涛是, 过去锦州大学的一个老师, 他主动写信给波起来, 投名作, 说我爱要写作, 愿意追随你当秘书, 波起来就纵用他, 把他调到大连市政府了, 当秘书, 文字秘书, 就黄埔小涛编造了这个词, 据他讲呢, 就孙世纪带队啊, 就大连市政府秘书长孙世纪, 这个人过去是金县副县长, 也是波起来的一个智囊啊, 波起来称他为大姐, 叫孙姐, 他比波起来大一点, 他怎么看着波起来怎么潇洒, 就喜欢的不得了, 说波起来什么事都交给他, 就像如同对待栗战书一样, 是吧, 就那么个关系, 就这个人带队, 拿着这个逆定好的这个词, 带着钱上北京啊, 贿赂江泽民, 就以什么呢, 运笔费, 因为你请他写个字, 你得有运笔费啊, 据说给了不少钱啊, 有的时候是五千万, 有两千万, 反正是给了钱, 然后就请江泽民到大连来啊, 大连来之前, 波起来在无仪光场, 还有公安局门前, 分别竖起了, 这个建国以来第一个, 就是现任领导人的巨幅画像, 是不是啊, 到现在我还有图片啊, 这个将来都可以给你们展示展示, 就是江泽民的画像啊, 故意那个车队啊, 让那个司机慢点走啊, 在那个无仪光场慢慢的行走的时候, 江泽民一看自己这个画像以后, 笑的像个蛤蟆似的, 他背来长就像一个蛤蟆, 是吧, 将大蛤蟆裂开嘴子, 笑的叫大连人形容最形象, 笑的勾杆了, 是不是啊, 这很有意思啊, 这都上个世纪的故事, 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波起来呢, 这一旁啊, 当时这个大通的关系了, 主要是魏剑行和刘立英啊, 中纪委啊, 就抓马像东开路, 在澳门啊, 其实中共啊, 澳门那个赌场呢, 背后都是中共国安, 国特他的背景啊, 是吧, 那个小赌王不是现在 怕已经整了监狱了去啊, 是吧, 现在又到另一个一帮手里去了, 是吧, 你原本都是有背景的, 那么为什么选择马像东, 就是为了把马像东抓起来, 然后开辟, 杀出一条血路, 给吸, 给拨起来, 是吧, 踩着这个马像东这个案的血迹, 进军这个京城啊, 就是辽宁, 是吧, 结果随后沐随心也抓起来, 后来也死了啊, 沐随心死的时候, 就死在我家旁边那个, 二院扶属一院啊, 这个沐随心是一表人才啊, 你看杨澜有篇文章采访沐随心, 沐随心多潇洒, 是最美的这个男人了, 是吧, 最成功的, 叫美男子市长, 是吧, 最后要死掉, 死得很惨啊, 她太太叫贾桂儿啊, 我要跟你们讲, 我跟你讲这真事啊, 她太太刚开始, 根本不检举揭发这个, 这个沐随心啊, 老沐啊, 因为老沐那个人, 为人好, 很能干啊, 但是, 这些特工们啊, 都是波西来这伙人搞的, 这个专组, 这些总纪委的, 是吧, 魏剑行派, 琉璃英派的, 琉璃英家不就沈阳的吗, 然后就这个, 把这个沐随心搞破鞋的事, 他录了些小视频啊, 就是给这个贾桂儿看了, 贾桂儿一看的蹦高跳, 就开始检举揭发沐随心了, 于是沐随心贪腐的证据, 就是河盘脱出了, 给老沐就干倒了, 所以贾桂儿最后判了六年啊, 沐随心判了死缓, 最后死在大连啊, 因为他审讯的时候就是, 他做那个审判那个习, 和我是一个位置啊, 所以审判他的时候, 大连部有一些新闻界人了解我, 就说你看, 这个腐败的官员在这受审, 揭露腐败官员的记者也在这受审, 这是华天下自罚集, 想想这是有意思啊, 那么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第一篇文章就这篇文章啊, 在上场我讲到了, 最早给钱少写的是, 试一试比, 就写了一个大连开发区啊, 对三培小姐就是说争税的事, 那么安全局不太在乎这篇文章啊, 那篇文章也没有什么影响, 关键是这篇文章, 这是第一个啊, 引起了渲染大波, 据说这个波西来是在市政府正在开会, 马屁精们, 就王府全啊, 就彭东辉, 这个郑一强, 就这伙人, 由这个, 因为大连在市政府在大连, 在这个香港有办事处, 办事处的主任呢, 就是魏福海的前秘书, 这个人姓李啊, 我一是想不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啊, 赚了不少钱的家, 钱没少整, 他们叫窗口公司, 因为香港回归以后啊, 中共很狡猾呀, 刚开始是渗透他们, 就各个部位都派到香港去搞什么, 搞窗口公司, 都建立分公司, 实际的那些人都是双重身份啊, 上一场我给大家讲到大连日报, 有个女记者叫撒哈哈, 动不动就是, 你到上班的时候都听到他哈哈哈哈, 整天笑那女的是吧, 长得挺漂亮的, 啊, 他是文艺部的, 后来调到财猫部啊, 他就派往了香港大连公司当那个助手啊,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的背景非同一般, 是不是啊, 这个姚德文不就因为这个上一股火, 就是退休了, 是吧, 你不信文就问问老姚吧, 老姚那个人很好啊, 我跟他都非常熟悉, 叫大连日报的姚德文啊, 文笔挺好的, 人挺汉厚的啊, 没去香港啊, 他以为他是党员, 又是部主任, 非军莫属, 哪想到, 你有人家那个背景吗, 是不是啊, 我要告诉你就是那个, 呃, 大连驻港办事处当天就把这个前哨杂志啊, 就快递给这个市委市政府了, 啊, 给了安全局了, 安全就拿着一路小跑, 据说报告拨起来, 说拨起来看完之后, 鼻子当场就冒血了, 说, 当时我起的笔名啊, 我是一篇文章换个笔名, 我以为自作聪明啊, 换笔名他就不知道, 哪想到, 人家国家安全部, 就我上一场讲到那个, 狗狗头那个人, 他就是这个安全部, 叫文字益专家, 他专门研究修辞语法, 也就是说你用笔名, 他都能查出你是谁啊, 他根据你写作的习惯, 呃, 那个人, 我也看他穿那个衣服啊, 就特别考究啊, 那衣服一看就是蒙克利尔, 是吧, 坐在那里, 一刺一板的, 姜未平, 啊, 你现在已经成了翁中之鳖啊, 是不是啊, 我现在想, 今天人真是, 为波西来卖命不遗余力啊, 因为波西来当时的确是, 江泽民立庭, 这个李铁印啊, 这个捧场, 是吧, 李铁印儿子他又被收买了, 徐永耀又, 又在这给他忙活, 你想一想, 那确实有可能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那时候谁知习近平是干嘛, 是不是啊, 你在拆正义强和我聊天的时候, 那谈到习近平, 他根本都没放到眼里, 是吧啊, 那时候习近平确实是不上档次啊, 波西来如同这个, 未来的政治新星啊, 冉冉升起啊, 就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啊, 你想我闯这么大的祸啊, 他就擦就是, 他鼻子出血, 他那个火气大呀, 输血以后他就说这个, 他说要多少钱, 安全局给多少钱, 要挖地三尺, 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啊, 要狠狠地整, 往死里整, 然后底下人问, 那就要整出事, 整出事我负责, 这个波西来啊, 狠狠啊, 其实我那时候闯了大祸了啊, 也就查这个文章是谁写的, 他们就开始工作了啊, 抓我那几, 头几天的审讯, 没有白天黑夜啊, 呃, 我被他整的就是死去活了, 昏迷了好几次啊, 你就想想, 他都是给你捆绑到这个, 老虎凳上啊, 没日没夜的, 也没有水喝, 这个寄一顿饱一顿的是吧, 那白天黑夜都连在一起, 而且房间里又没有暖气, 活生生把我这两个膝盖, 冻成了关节炎啊, 腰部也有病啊, 现在回想真是那个, 那个岁月是怎样熬过来的, 这难以想象啊, 印象当中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几篇文章, 这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啊, 就苏军烈士几天打, 洞牵风波, 你们从网上点击可以看到啊, 这篇文章, 呃, 我都发表过了啊, 不去重复, 你们看一看, 除了这篇文章, 还有, 李廷儿子空手套外郎, 哈, 这也是很重要的文章, 总共是五篇文章啊, 五篇文章, 这还有一篇文章, 是讲到这个, 马向东澳门赌书, 这个三千万, 是吧, 这篇文章啊, 呃, 一共五篇文章, 还有一篇文章是, 东北孙口六, 那里曾经讲到东北老百姓啊, 嘲讽这个江泽民和朱中基等, 就江大白虎李二比, 不知身前朱中基, 是吧, 那个孙口六里有, 他就把这几个案子, 把这几篇文章, 一共五篇文章, 五六篇文章, 划了划整到一起, 他就要制造罪名, 啊, 大家都知道这几天非常火的, 就是这个, 杜文的视频啊, 他经常讲到, 他们政府每当做件事的时候, 都要打着法律的旗号, 都要找专家论证, 是吧, 大连政府也是这样, 薄熙来要抓我之前呢, 据这个, 郑以强介绍啊, 因为郑以强他审讯我的时候, 他是采取软的一手, 因为审讯的太久了, 都熟悉了啊, 他每天就在那吹牛皮, 就讲他自己多么了不得啊, 他就讲到, 就为了我这个案子, 他们花了不少钱, 他们大概花了上百万请专家, 什么专家呢, 他召集了在大连的一共13所, 就是大学的, 搞这个党史的, 或者搞社会学的啊, 法律的这些人呢, 开了好几次会, 据他讲开了四次会啊, 就是把我这些文章啊, 影印以后, 给他们传阅, 然后问这个人, 怎么能把他加上罪名, 冠冕堂皇呢, 把我判刑哈, 就让他们出点呢, 这些人就把那些所谓的犯罪证据啊, 用这个, 郑义强的话讲, 就往上靠, 就根本不够, 往上靠啊, 靠几个罪呢, 一个是煽动跌封国家政权罪, 第二个罪, 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还有个泄露国家秘密罪啊, 有这么几个罪, 最后他是大的方向, 最后他是一审是两个罪啊, 等到这个我会将来审判的时候, 我再详细给你们讲啊, 后面还有很多事件, 我要告诉你, 这个苏军烈士纪念塔, 洞迁风波这事儿, 后来这个塔呢, 洞迁成了, 就是他花费了好几千万呢, 把他迁到旅顺去了啊, 现在你们在旅顺, 还能看到苏军烈士纪念塔啊, 这是一段历史, 非常可惜啊, 这个拥有四十多年历史, 大连威仪的古董, 让这个胡作非为, 像当官的波西来毁掉了, 是吧, 虽然那个时候帮洞迁以后, 他升官了啊, 升了个辽宁省省长, 但是没干过这个文士镇, 没干到文士镇, 上一场舞讲了嘛, 文士镇没有腐败啊, 文士镇那个人是比较连结的, 他就在妹妹叫文凤九, 在辽阳啊, 就和一个个体户搞了点生意, 那很正常, 那谁不搞生意啊, 那波西来搞生意, 习近平也搞生意, 他结婚没搞嘛, 是不是啊, 搞生意正强经营, 只要不离大哥, 应该讲还是可以的啊, 那当时呢, 这个他就没给, 给木虽星干到了, 马向东干到了, 把沈阳, 辽宁, 这个特, 主要是沈阳啊, 省政府, 省委的, 一大批官员全关到监狱去了, 包括这个辽宁中纪人发言院长, 是吧, 姓梁吧, 还有沈阳的发言院长, 一大批官员在瓦方店监狱啊, 后来我到瓦方店监狱服刑的时候, 曾经就是, 就在我们的隔壁, 听别人讲过, 我倒没见过啊, 等以后, 我随着案情的发展, 会给你们讲很多案例啊, 我要告诉你, 就是抓了几十个人呢, 有点全军覆没了, 也就是辽老大, 就是文石镇这条线上的啊, 你家马向东, 这个孟随心, 文石镇啊, 这个, 还有就张国光啊, 张国光进去了啊, 张国光也是这波进去了啊, 张国光是过去黎明机械厂当委书记, 呃, 那么先把他调到了这个湖北省省长, 在这个日上把它拿下来啊, 这都是这个江泽民, 呃, 这些人收了钱, 就徐勇耀啊, 还有魏健行, 刘立英党收了钱又搞的, 就为了给小朋友开路, 我告诉你们最准确, 这上政治斗争啊, 那么这个上一场, 我先跟大家讲了, 就是当时的这个原县辽宁省纪委书记高兹啊, 他和李贵先边关系比较好, 还有权数人管也好啊, 当时的微信比较高, 党内民主选举的时候, 就让他就是, 博写来走了以后, 就大连市委书记这个, 这个职务想给他, 博写来就想搞一场, 搞一场这个内斗啊, 就是把目标对准就告知啊, 等以后我会详细给你们讲, 那么这几篇文章闯下这个大祸啊, 这个他先请的专家就是包装虚构, 因为你他要冠冕堂皇, 说你违法才行啊, 因为他毕竟, 他要想给你杀的很简单, 但是那风险太大了, 他赶到了呼吻那个年代啊, 他想暗杀你, 他也搞了不少名堂, 但是他比较难, 我以前曾经讲到啊, 他曾经让我的中学的同学, 约我出去啊, 就是参加那个同学会, 把过去那些女同学都找来了, 他其实想用酒灌我, 因为男的妈妈, 你喝完酒容易出事啊, 我没去啊, 后来又让我到这个, 这个办案中心, 就是那个110, 就大连那个120啊, 叫都机会, 约我去, 要给我一个什么东西, 我也没去啊, 我那时候就感觉到出事了啊, 我都比较小心, 我这个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你什么这些东西咱不贪, 咱们也不贪财, 咱们也不贪色, 他就很难整我, 他实在没办法了啊, 最后他抓住这个文章, 他就请这些专家, 这些专家, 据说有的人看完这些文章讲, 不太好办, 因为这个文章就等于是给共产党提一件, 很善意的, 没有对制度进行批评啊, 但是那个郑一强讲, 网上靠, 后来就给这些专家就是钱, 就是给他们一个人多少咨询费, 就是请他们来座谈, 中午还管饭, 然后就把我的文章每一个, 哪一个能靠到上, 是善点罪, 哪一个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然后就开始搞明堂, 搞了很长时间了啊, 终于他们形成这么一个报告, 然后报给国家安全部, 然后呢, 这个大连市国家安全区, 因为大连市国家安全区不归辽宁省安全庭管啊, 他绕给他了啊, 因为他那个是计划单列室, 再加上博写来, 他爹播一播当时那就了得了, 对不对啊, 你想他爹坐镇京城啊, 据说他爹起到很大的作用啊, 当然主要是李铁印起到很大的作用, 你想吧, 这一篇文章是批评我姐动签这个事啊, 这动签就是揭露他的脑底, 他为了算命当官, 把这个拥有47年历史的古董啊, 给他毁掉了, 对他来自致命的一席啊, 再加上另一篇文章呢, 就是这个李铁印儿子空手套白狼, 就讲的这个立院大厦, 他在立院大厦里面建这个叫金生企业有限公司, 每年盈利是, 那是十几个月二十几个月, 我跟你讲, 他可能搞的钱都上百亿他的儿子啊, 后来他的儿子要叫钱烧死了, 一病不起啊, 就死掉了, 这也是天报应, 是吧, 最后都留下钱了, 据说李铁印恨我恨得牙根痒痒, 高兴要捏死我, 像捏死蚂蚁一样, 但是由于当时李铁印据说, 因为这篇文章在香港发表以后啊, 李铁印啊, 还在政治局里骗, 就说意思这个, 这是假消息, 他儿子根本没搞什么企业啊, 这边匆匆忙忙, 让这个金生企业注销了, 在大连啊, 现在已经查不到了啊, 就是, 也是巧了, 正好我办事处最后一任有个员工, 在我这干的时间不长啊, 来帮忙, 大学生实习的, 他就后来就到了这个李铁印的公司, 正感受李铁印的公司终结的时候, 他说那个李铁印的儿子李立剑, 当时都很紧张, 因为他爹啊, 就好像因为这些文章, 引起了这个麻烦啊, 在政治局里边, 就是好像受到这些同僚们的, 对里面的批评啊, 因为你搞那么大, 你想想你儿子在这个地方搞那么多的钱, 那里讲了很多细节啊, 对他以致命的打击啊, 于是这个李铁, 那个儿子叫李立剑, 就和那个王强就翻脸了, 是吧, 王强原本他是一个这么讲吧, 这个, 这个事从朋友友情来讲, 我得对不住的王强啊, 因为这个李铁印的儿子是王强介绍的, 就介绍我这个饭局参加, 就给我介绍, 介绍两个高干子弟, 一个是月桃明, 就月七峰的儿子啊, 月桃明啊, 长得矮矮胖胖的, 那个人, 那个人我跟你讲, 也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个, 什么都不在乎的官二代, 他就打了他弟的旗号, 在那个黑龙江农业银行, 贷了好几个亿, 到处这个, 就搞项目, 搞的也是老百姓二老脚, 非常生气啊, 据说他后来也抓了啊, 我不太清楚现在人在哪里, 他成了一个叫, 哈尔滨市福德房地产啊, 不信你们去查的, 叫月桃明啊, 那么后来月清风死了, 如果月清风不死, 这个田凤山是让他斗倒了, 是吧, 月清风的后台是江泽民, 江泽民保他, 那么胡锦涛的势力就要干他, 因为胡锦涛的后台, 是这个田凤山的后台, 所以你看那个江泽民退休那天哪, 人命到新华社, 一版有两篇文章, 一个是江泽民主动让闲了, 是吧, 接掌是胡锦涛, 另一个就是田凤山被抓, 你就知道这是上层的平衡啊, 那么李铁英呢, 后来退了啊, 他是由于他的后台很硬啊, 你本身是官二代嘛, 红二代啊, 他的公司也关闭, 他儿子关闭了, 据说我那个学生啊, 受到埋怨了, 因为这个泄密了算是, 你介绍这么一个江泽民, 搞出这么大的事啊, 那为什么我要搞出这个, 就是我这个天然就烦这些官二代, 我到现在就还烦, 你要讲你爹, 你妈是什么当官的, 我内心就反感啊, 当然也不是都不是好人, 但是大体上, 都是靠父母这个, 隐蔽而成长起来, 是吧, 为什么我现在烦习近平, 习近平没整我啊, 但是习近平把中国整到今年的地步, 就和他这个出身有关啊, 一般来讲这个干部子弟啊, 基本都是顽固子弟, 你就想一想吧, 你爹你妈如果是大官, 你说你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别人一帮忙, 你觉得应该一份的, 别人不帮忙, 不帮忙你是不使台举, 他都整人对不对, 没有感恩自信, 为什么人家胡春华, 他就相对好一些, 对吧, 像那个李克强, 那就因为他是草根接受, 这都是和人的思想性格, 精神品格, 都和他人生道路, 出身背景有原因, 你像我本身出身草根, 你看咱这个家庭, 说心里话, 就希望这些, 你用人的时候都是自借, 你看我每走一步都自己推荐自己, 是吧, 这个, 你当官他就是上级就安排了, 我就觉得不公平, 所以这个, 我为什么反腕部有反习, 和这有关系啊, 在以后如果来得及, 这个看那个专个医生讲说, 你活10年没有问题, 那应该我还可以讲完以后, 再给你们讲讲, 06年到09年这三年, 我被软禁, 那故事, 那就更精彩了, 里面有很多事啊, 你们都不知道啊, 你想今天我跟你讲这个, 我要不讲就永远就消失了啊, 所以我要告诉你, 就这个案子, 从一开始, 我也受这么多的折磨, 我为了保护这些朋友, 到现在, 我第一次讲出来, 是吧, 因为张子道, 我估计, 说不定过世了啊, 要当时讲了, 博强百分之百的把他抓起来, 我就跟你讲啊, 一定按照监狱, 整个腐败分子, 就像习近平现在, 大击这个政敌一样, 说俞正生的底细, 孙志刚, 这个这个, 李克强的底细, 汪洋底细, 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习近平和博强, 这些东西来踏一个德行, 我就跟你讲吧, 本质都是一样, 这红二代都是这样, 每个好, 我跟你讲啊, 所以这个, 我把这个背景啊, 给你们都介绍清楚了啊, 等到下一场, 我会回来, 给你们慢慢的到来啊, 我们这个故事, 虽然说, 已经年代久了, 是不是, 人们都细心厌旧啊,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这么完整的一些故事啊, 就是这个, 老余自在的故事啊, 没有几个, 你就想想, 中国那么多的记者, 有几个记者, 能干三级的, 大连日报, 新华社, 大连日报, 大连日报, 一个港媒, 一个国家通讯社, 一个基层党报, 全干过的, 有几个, 那很少了, 我跟你讲, 你不干, 你怎么知道, 公安党是大骗子, 是吧, 公安党是个典型的骗子啊, 所以公安党自身统治今天, 除了这一只手, 掌握了攻坚法, 是残暴之外, 还有一个手, 控制了意识形态, 骗你, 所以共产党是三, 就三人啊, 怎么叫三人党, 骗人, 抓人, 杀人, 统治这个社会, 直到现在为止啊, 所以我这个小视频啊, 对他们的记录, 揭露呢, 是我认为是够猛啊, 等到下一场, 我会回来, 和大家继续谈谈我个人的故事啊, 好, 谢谢,再见。